大家好啊 昨天晚上还是晃节回来都9点多了 还说想吃牛肉粉丝汤 这不一早上我就去买了一块牛肉 今天准备给它做上一点 接下来我准备了这个豆皮 它这个香菜还有青蒜苗 看这一块牛肉还挺好吧 老板说是牛腿上牛肉 习惯用面粉洗了 这样反正就冲洗一下 用清水冲洗干净 再放水一泡半个小时 我和孩子呢也经常在外面吃 他家的牛肉粉丝汤里面的油醋烧饼呢 是真的很好吃 一块钱一个挺薄溜的 但是真的很好吃 我今天也来做一点 来取点面粉 放入面粉就行 面粉中加一点盐 后面用温热水就稍微有点烫水就行了 少量多次的加进去 揉成大面絮上就可以揉面了 揉成大面絮上呢 盖上饧上个20分钟 现在开始洗配菜了 托皮 从前量 可以捡掉 托皮疊一下切成小细条 这样就可以了 装盘备用 姜菜切成段 装一起 青蒜苗我们选这个叶的 或者是下面的这个布就可以了 没有这个青蒜苗就感觉 吃起来少了些 如果实在不喜欢也可以不放 大葱切断 生生物都不去 放一起 一会泡好了 看一下里面都会泄水 这就不用焯水了 用刷锅炖 虽然是慢一点但是也好吃 盖上姜片 大葱 盖上盖子 大葱 骨上油面点来做油素烧饼 面稍微揉搓一下 油光滑就行 面粘手的话不用面子 擀成大饼 再调一下油素 半勺面粉 油 搅拌一下油素 端下油 最后一点村莫不喜欢可以不放 从里边里卷起来 正好可以做四个小饼 人都可以紧 一时 这一只包子也刮起来 感成牛适状或者是圆形 可以的 放点白芝麻 最后就能上负件了 包括这里有做好的光泡 水煮变鲜 翻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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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香味的牛酥烧饼就做好了 放凉的也不会有 特别薄 吃细的 就好吃 特别好吃 三层 好几层 特别的好吃 看一下牛肉炖的咋样了 从牛酥酱里添出来 炖了一个小时了 加一勺盐 一勺生抽 然后把它盖上 是不是粉丝还是上次在台湾区光烧是吗 我买的是红薯粉丝 太长了就都涂坏了 加一勺盐 泡到三个小时了 粉丝不用泡得太软 这样摸起来手感还有点方便 就可以了 就让粉丝冲洗一下 牛肉也泡差不多了 拿出来放凉 煮好的牛肉一定要放凉了再切 先去接孩子了 下软了 煮好的 看起来 先把粉红去加这个 把牛肉给切一下 先让牛肉切开 往上吃的一半就够了 那一半放冰箱里 自己在家做 想吃多少吃多少 经济有实惠 这样的牛片 放点黄瓜和香菜 凉拌也特别好吃 晚上吃点的米多 自己不错了 我们也加少许的盐 我加的是白胡椒粉 不喜欢可以不放 松心 这是芝麻点 别让我最喜欢吃醋 来点醋 这是我自己吃的 给自己加一点 辛酸米 加点香菜 牛肉粉丝汤也开了 再加一个豆皮放进去 煮开之后就可以放粉丝了 粉丝烫一下 煮开就可以吃 煮开的粉丝汤 先盛碗里 粉丝 豆腐酸 自己做的牛肉 想加多少加多少 这样的粉丝牛肉汤 如果在白天 我一定会吃两碗的 但是晚上不能吃太多了 看一下这个牛肉 都过眼 这个是太香了 一点都不说明白 孩子爸爸不吃香 再不吃葱 怕得一碗没有放 天气冷了 来上这么一碗 孩子决定特别满足 是吧 快吃 你别多吃太多了 多一碗 不吃辣椒 不吃辣椒 对吗 怕得出一点 吃得这么香 妈妈 好 就做这个酒铁 好 两个手 有的长远 上身后 点点头 有的方便 嗯